嗨 我跟皮特爸在三樓 雙手空空了 他成功拖映 三樓啊只有一個拖映的櫃台 這是給商務艙 然後他這邊是M 然後是給四個航空 可是其他的航空我們不知道在哪 那我們現在想要走到四樓 四樓是一般的 就是他們叫直機啦 那如果我們比較習慣的講法 是check-in的櫃台 在四樓 樓上有全聚的耶 吃一波 對 然後這個其實 因為我在來這個機場之前啊 我有看他們的介紹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們一個中央 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柱子 我印象中有四個還是五個 其實這個是一個 撐起這個建築物最重要的柱子的一個形狀 它是凹的 就跟我們的鋼筋想像不太一樣 可是這個力量 這個力量更大啊 它是一個就好像 你一個科型的東西啊 它會有就是撐住的那個力量啊 會比就是 應該都有計算庫啊 應該是 對 對 真的很不一樣 光這個 它高度比我想像的矮一點耶 因為我們現在三樓其實上面就是頂 對 我覺得我們可以走去那邊看一下 看看那個 譬如爸現在一身輕 因為他的東西 已經成功拖運了 我應該拍完這隻 接著就是我們進去裡面 觀望他的貴賓室啊 什麼的 它是只有這個機場的貴賓室 對 可是 是大型貴賓室 不是任何的航空貴賓室 可是在大陸 很多城市是這樣 有些沒有 可是我去過幾個貴賓室 真的都是機場 直 就是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一樣 對對對 不厲害 通常就會有一點很 所以我不要爆太大氣 對不用不用不用 就是還普通 全記得我們吃全記得 我們現在時間多嘛 我們可以吃全記得 吃個全記得再進去 然後我們這邊 先上去看一下 蠻多人在這邊照相了啦 走上去 對我覺得這個機場 人家的 第一個感覺 就不像機場 像一個百貨公司 我們要登記在這邊 對對我們登記在這裡 照完這隻 我們就是接著就是安檢區了 因為我們還想要再逛一下 這個角度看下去是真的還蠻震撼的 我把鏡頭稍微擦乾淨一點 哇 比二八這樣還蠻帥的 對這個 就是看得到更 但是 這樣感覺他的 其實他的四樓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啊 就是你會看到他整個就是 哇 好酷 給大家看一下 哇 這麼近看可能更震撼 對這樣看就更美 哇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他的柱子 他都沒有一個 他都沒有一個 他都沒有一個那個什麼 機場的平面圖之類的齁 剛剛有 information 啊 啊 哦呦 好好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按一下 跟大家講一下 啊 好 哇 這邊就有機場的感覺 不錯 而且 很有科技感 對 他所有東西都沒有電子設備 對 很 很 很進步的感覺 對 這邊 壓迫 對這邊 我想說機場這樣怎麼這麼壓迫 對 啊 那 彼得爸剛才說的這個 information 就是 那邊還有一台 那邊還有一台 這個就是 對啊 有全聚德 等一下要 我們有中五百塊 要不要吃個全聚德 先等先進來 先等先進來 你問一下 information 請要怎麼進去 好 這裡這裡 啊 這邊就非常清楚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大概是在中間的位置 他整個機場就是一個像 有沒有 就是像 星星外散的那種感覺 然後所有 那個鐵路啊 跟公路啊 都是走這邊進來 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 五隻腳 然後我們現在的位置大概是在這邊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然後他的柱體 我忘記像這樣的柱體有幾個 可是我當初在看他報導 有講 像這個柱體是第一個嘛 然後那邊還有一個柱體 我印象中是六個還是五個 有點忘記 那除了這個柱體以外 就是整個機場 都是空 就是中間都是空的 所以他整個視覺啊 什麼各方面來講 是很不一樣的 比特爸在努力的工作中 你看 如果 幫比特爸比我一下 如果這個畫面這樣子 哇 這樣就有震撼感 幫你BRAW 對 幫你那 這個如果 其實我有帶那個 GoPro夾子 可以放在這個上面 就變成滑軌 對 就會更順 我們要走一小圈嗎 好啊 我們是來這邊觀光的 對 我們是死光溫克的行程 一日體驗 大興機場 對 下次來可能就很久了 非常久之後 有 我覺得除了硬體的設計之外 他們這些軟體的一些字幕啊 像螢幕的一些內容 我覺得都用的 算是有質感 對 有 就跟以往我們印象中 可是還好 我覺得這 這幾次我來大陸機場 都還 就是 我在看他們新聞號的時候 有些什麼新開幕 我看到一些紅色布條 都覺得有點low掉 但是來的時候 我都還沒看到 對 他整個 你看這個設計 哦 我們要不要走過去 可以拍的照 好啊 你願意跟我拍的照 可以 可以沒有問題 要錢嗎 呃 看在你昨天晚上 賠我的份上 就不用錢了 欸 對 你昨天晚上 寒睡 寒睡 住飯店有寒睡 我可以打你八折 算你便宜一點 而且不是打我八折 對 嚇死我 有全聚的 欸這邊真的 很美 這邊真的好美 對 這個雞湯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很 很漂亮的建築物 而且這個顏色 讓人家覺得舒服 就是有高級的香檳精的顏色 而且他是 全部都是以香檳精為基底做設計 可是他不是做得很艷的那一種 就是 沉沉的 然後自己覺得他這個設計是很有現代感 大家看一下這個 有沒有 這個 報到的櫃台 就是有一種科技的現代感 這邊看起來比較準 這邊有那個電腦 啊 對 這邊有電腦螢幕 可是為什麼有的有 這個可能是自助的 然後 有沒有 他還有一個擋板 然後這個可能是 欸 可是也是有擋板 可是可能就是人工的 這個好像不太一樣 這一賽 你看他沒有那個 輸送行李的地方 啊 對 這不知道是什麼功能 應該有其他功能 對 然後 這個就是有 欸這個有 沒有啊 這個可能是自助的 所以你就自己把行李送進去了 然後這個 我不曉得 可是人工的 通常會有一條 那個行李輸送袋 還是他這個是 預留以後會再做 有可能 就是先留起來 所以先沒有 我也搞不懂 留給長榮的吧 留給長榮 有可能 有可能因為現在還沒有那麼多 航空公司進來 是有可能的 有聖伯殿 聖伯殿 上面還有池祭 池祭 對 那邊啊 有池祭 對 哇 這個 就是一個 觀光景點啊 我們兩個算是 史觀光客 然後全聚德在上面 我沒吃過 全聚德的烤鴨 喔 不是 我說 應該這麼講 我來北京還沒有吃過 全聚德烤鴨 可是我在重慶吃過 那今天全聚德設計還蠻漂亮的 對啊 很有機會 你要不要考慮請我吃烤鴨 我不是中了五百塊嗎 中了五百塊 中了五百塊 還沒進來 五百五百 五百五百 我們這邊買彩券中五百 沒片 少跟我講兩個零 原本是五千啊 我把一個零化掉 就知道 做人就是這樣子 好 給各位 把我錄你一段 好 我錄我一段 OK 我們一起嗎 還是只有我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邊 超漂亮的 沒錯 這邊 這個機場好像最漂亮的地方 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很美 最有特色就是這個 這個有一點點 像我前陣子 我們去新加坡 藏仪機場 它有個瀑布 那種 有這麼誇張嗎 藏仪那是很漂亮的耶 沒有沒有 就是它那個感覺 那個曲度跟彎度 有那種feel 對 就是其實就是一個 你看下去很明亮 然後 我覺得它又有兼顧一點 中國風 因為你看那個 那組織 對 所以你整個看起來不會突兀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有看風水 我自己一直覺得那個 新加坡那個也有看風水 它有點那種聚寶的感覺 然後在 骨子上面 就是 可能這個 其實風水 那你覺得 那老闆你說這個兩字的功用是什麼 支撐 支撐 因為它的 你看喔 我自己感覺啦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設計 是 因為我來之前 我就有看一些新聞 對 那如果你看喔 這邊是一個柱體直接 下來就 不好看 對 對 然後它剛好用你看喔 它 因為其實就 力學的角度 它就好像是一個 半圓石嘛 所以它也有支撐 像馬蹄那種感覺 對 所以它也有支撐的路樣 可是也有中空的路樣 所以你會感覺 視野上 就不會被擋住 這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是背面啦 如果是背面 像那個背面就會 有一點比較 有擋住 對 對 那邊是背面 然後這個是正面 所以正面太過去是凹的 然後背面看起來是圓的 對 所以就背面看起來 就當然沒有那麼明亮 可是正面就會很可惜 那它這設計是怎麼來改 就是順利遜還是什麼 我不曉得 對 它整個機場好像有六個 還是八個 類似這樣的 你看這機場做的特色就是 就是一萬一斤 看過去其實看不到怎麼住 沒錯 所以它就是用簡單的 這幾個 凹下去的 嗯 原型座 然後來試一下 整個機場的狀態 所以其實看起來 是很有設計感 對 就不會很多 然後又蓋得出來 沒錯 沒有而且這機場很厲害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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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像四年 非常厲害四年 好啦我們接著要去登機了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呢 我來跟彼得抱來死光客核照一下 這樣 YA 好啦掰掰 拜拜 拜拜